大家好,我是Stan 2月15号,尤嘉宜公开了新专辑收录曲Revenge的MB MB中能看到移动公寓发生爆炸的惊悚场景 随后镜头转向抒滑 他从对面目睹了这一幕 接着一次出现的迷你所缘与其汉迷 共同描绘了尤嘉宜的成员为了复仇而展开的剧情 这个MB出了电影般的规模 成员们的高水平演技 以及粉丝们认为 MB中隐藏着对退团成员Suzin的暗示 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支MB的开头场景 是以象征团体专辑Iburn的一座建筑屋起火开始 而这张专辑是在Suzin退团前参与的最后一张专辑 然后尤嘉宜的目前成员是5人 但却有6个人的指纹 接着是文件上的日期 1998年3月9号 这是Suzin的生日 MB背景是设定在2021年4月 这刚好与Suzin爆发霸凌争议 最后在官网提起的时间相符 而MB中的家暴呢 就意味着之前对于Suzin的酸民黑粉们的攻击 当然这些虽然不是官方的解析 但能在索源全手操刀制作的专辑出现这些元素 就足够让粉丝们掉泪了 另外MB中成员们的演技 特别是舒华的演技 也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好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觉得非常Gina的片段 在审讯室里为迷你解开手扣的米恩 当男生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索源直勾勾的盯着她 而米恩则试图站起来放松她的腿部 在起火现场弹吉他跳舞的舞技 被家暴的舒华 这一段演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很像一部电影一样好喜欢 舒华演技太棒了 真想看她演戏 迷你和米恩真的很有气质 与其这样的造型也非常适合她 想好好看一下舒华的演技 真心觉得不错 孩子们的表情演技真的很好 我非常投入的看了好几遍 歌曲也真的很好听 尤嘉宇的真的是不停的工作啊 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Revenge 而且MB太棒了 真是好感动 在这部MB中成员们的演技 真心觉得很厉害 所以对于尤嘉宇的收录期Revenge的MB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好的 今晚就看了 未经济ço 未经济的离开 一条 我们有点兴趣的 今天的周园 每个月 大家看到 我而言 好 先跟眼镜